好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历史这道题目 下读中有三行棋子 请你移动三次 使每行均为八例 那现在我们先看一下每行原来有多少例 首先A行 1Q34567891011 原来A行是11例 然后B行是12345677例 对吧 C行很明显比B行少一例 所以C行就是6例 我们加一加吧 11加718 18加6正好是24例 那平均到三行24除以3 正好每行是8例 对不对 那老师这个还不简单吗 我从A行移一枚到B行 那B行变成了8例 然后再以两枚到C行 C行也变成8例 搞定了 我不要三步 我两步就搞定了 注意这道题移动 不是刚才那样随便移动 它的移动是有要求的 我们来看一下题目之后的要求 要求 旗子移入某一行的数 要与该行原有的旗子相同 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们举个例子 如果是从A行移入旗子到B行 我们不能移一枚两枚 而必须要和B行原有的旗子相同 要移动就得移动几枚 B行原有七枚 要移动就得移动七枚 那换句话说 就是在移动的过程中 如果是从A移到B 我就必须使B行要变成原来的两倍 也就是B行原来是七枚 那变成两倍就变成了十四枚 同学们能不能理解这个意思 那如果是从A行移入C行 那就要使C行翻倍吧 听办没有 也就是这个移动的过程中 只能翻倍 而不能加一加二 这个理解了吧 好 那么现在问能不能做到试一试 当然这道题的解法 有很多这种非常严密的方法 比如说还原啊倒推啊 但是既然这道题让我去试一试 那我何乐而不为我去试一试 对不对 那怎么去试一试呢 我第一步我也不知道从哪一行移入哪一行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随便移 我就从A行移入B行 对不对 那我从A行移入B行 我们讲移动的过程就是翻倍的过程 谁翻倍 A移到B 所以是B翻倍吧 那B原来是七枚 现在翻倍 B就变成了七乘二等于十四枚 那当B翻倍的过程中 A是要减少的吧 那么A移入B移入了七枚 那么A就少了七枚 原来11 11-7还剩四枚 这个同学们能不能跟上 好那OK继续 那现在这个是最多了吧 对不对 那现在A和B之间移动过了 那下面就是B现在是最多 那么B和C吧 对不对 正在理解吧 那现在B是十四 B移入C 就要使C翻倍 C现在是六枚 那六枚翻倍 六乘二等于十二 对不对 而B一旦往C中放入六枚之后 那B也就不但是十四枚了 而是十四减几 十四减六 等于八枚 哦 同学发现了什么 我通过了几步操作 现在是两步操作吧 两步操作之后 B行完成了使命 B行变成了八枚 那现在还有哪两行 就是A行和C行吧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A行还剩四枚 C行还剩十二枚 那很明显是从C向A移动吧 是A翻倍 而A行正好是四枚 那四枚翻倍 正好变成几枚 变成了八枚 那A行八枚 B行八枚 那C行肯定也是八枚吧 那正好几步操作 三步操作 对不对 让你去试一试 你就试一试 对不对 你在试的过程中 很快就能找到这个方法了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完全的操作 第一步从A向B 第二步呢 是从B向C 那么这个B向C 它移动的枚数 肯定是固定的 因为在移动的过程中 咱们讲是一个翻倍的过程 对吧 好 最后一步呢 是从C 反过来向A吧 那这个时候 每一行都变成了八枚 而且正好是三步操作 那么通过咱们今天讲的第一个板块 就是图形操作 我们讲 最常见的方法 就是操作 那操作呢 有两种操作 第一种 你讲例四 就直接操作 对吧 而之前的例一 例二 例三 老师讲的是 间接操作 然后去找规律吧 那可能有同学会问老师啊 那什么时候是用直接操作 那什么时候是用间接操作呢 很简单 如果直接操作 就能操作出来 那我就直接 那如果直接操作比较麻烦 对吧 数据很大 画得很麻烦 那所以这个时候 我间接操作 去找规律 同学们 记住了没有 好的 我们的第一个板块 图形操作 先讲到这里